这绝对是韩国史上 天花板级最科幻惊悚的丧尸韩剧 该剧一经上线就引爆全网 每秒都能让你沉浸在恐惧之中 与其他丧尸片不同的是 该剧的丧尸并不会感染人类 而是来自人们心中的欲望 故事发生在八月份 这个唯米不振的男子叫贤秀 刚刚搬到新公寓 就差点被除草的保安一波送走 另一边 刚干完活的保安又被领导刁难 怕他偷懒要撤走他的床 此时好心的富婆走来安慰着他 并送给保安一箱海鲜大餐 等富婆走后 保安迫不及待地打开箱子 却发现是满满一箱腐烂的臭鱼 这时保安鼻子血流不止 他开始挨家挨户地找富婆 也想让他尝尝美味的海鲜大餐 这时贤秀刚好回来 保安连忙解释 说是让贤秀填入住文件的 贤秀听了之后也没在意 刚准备进屋时被保安拦住了门 并递了一瓶饮料 说为自己的行为道歉 贤秀关门后 直接将饮料扔进垃圾桶 打完游戏的贤秀准备睡觉 手机突然收到快递短信 说是因为保安不在 就把快递放在了门口 贤秀打开门 看到散落一地的方便面 沿着散落的方向 贤秀好奇地走过去 却看到了让他恐怖的一幕 一个沾满血的猫头滚了出来 紧接着一个沾满血的黑手 又将猫头抓了回去 贤秀急忙跑回家 钻进被窝瑟发抖 这时却听到外面脚步声越来越近 突然门铃响起 是一个女人在向贤秀求助 贤秀慢慢走到门口 出于关心拿起电话 询问女人是否安好 女人说家里进了贼 自己的猫也不见了 贤秀准备报警 却发现手机没了信号 刚准备开门时 贤秀突然想到了什么 再三要求女人抬起双手 女人突然面部猙獰 鼻子冒着黑血 并疯狂撞击房门 此时质尔的音乐声响起 女人被声音吸引走 贤秀急忙拿出扫把棍 准备上楼帮忙 却在楼梯遇到了 战斗力最强的八格 并询问师傅看到一个女人经过 还没等八格回复 贤秀就晕了过去 此时质秀正在练习弹琴 听到有人敲门 以为自己声音太大 打扰到了邻居 不停地和门外的人道歉 可门外的人越来越暴躁 用力地砸着房门 质秀又是连忙道歉 等他看清门外的人如此恐怖时 也被吓得瘫倒在地 当他拿起棒球棒准备防身时 门外却没了动静 再次出现在画面中的却是八格 质秀连忙对八格说 刚才有个长相恐怖的女人在敲门 并看向前面的窗户 怀疑那个女人是不是跳了下去 八格看着满地的血迹和凹下去的房门 告诉质秀这并不是在敲门 而是在撞门 这时 一楼的卷闸门不知被什么人关闭 眼镜男恩赫砸开了管理师的门 一警试图报警 却发现通讯系统已经被中断 卷闸门的开关被大叔找到 小眼男给了大叔一个爱的肯定 当卷闸门升起时 门口却站着一个诡异的身影 人们纷纷围上来好奇地看着 却不知危险正在来临 此时只有眼镜男发现不对劲 急忙让大叔关上大门 可谓是已晚 怪物张开血盆大口冲破玻璃 伸出25米大长刺 当场穿起一名幸运观众 片刻间 男子就被吸干了鲜血 变成一具干尸 关键时刻 恩赫拿起灭火器 喷得怪物连连后退 并对大叔喊着准备关闭大门 正当怪物距离大门还有5厘米的时候 灭火器竟然用完了 而此时大叔被吓得找不到开关 正当怪物再次吐出长刺时 一警将怪物撞了出去 大门即将关闭 恩赫一把将一警拉了回来 怪物被挡在外面 而此时外面的场景已是怪物横行 幸存的人类也成为怪物的蛋白质 此时 贤秀拉开窗帘 看着外面一副世界末日的景象 鼻子也止不住地涌出鲜血 难道贤秀也要成为怪物吗